这个刘浩东是真的猪 睡到这个时候才起来 别别说了 你打疼我了你知不知道 我现在起了这么了 顺便玩套飞都玩嘛 我是与重大利润的 给你说个事 明天我稍稍好情供 不清早干嘛 10S店 去4S店干什么 我计划没辽50万的车 50万的车啊 不行 为啥 不行就是不行 我之前让你带我出去旅游 你说没钱穷 你现在就有钱了 那旅游能跟买车相比吗 你将会比较 怎么比不了 旅游多有意义啊 两个人一起赞尽感情 沿途录下风景来 多好啊 划了那个欠 继续看房间 有什么好看的 那你还不如在点灯上 把啦把啦看看行了 还生气 还不用我东腿 反正我明天去买车 我已经学好什么车了 明天去看看 没啥问题我就买 我真的酸凶 怎么了 不行就是不行 你买一个试试 你说话 不可能搬 车啊 这些水我说几次了 一旦送来立马搬进去 昨天就送来了吧 你哪不不搬 我能搬动了 你让我没车我去搬 还是乖乖搬水吧 没车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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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哎呀 绿我油烫 明天给我去一趟 把我看看 你想都别想 除非你带我飞一趟三亚 那我得摆出去 你还打瘾呢打磨 不治你不行啊你这个人 你太不交连了 打出去 哎呦你妈 哈哈哈 我别打磨 我同事都诡异的 我不管 你明天不跟我去 我就去找我朋友 跟我一起去 刘晓东 你这人真的很个影 你知不知道 我哪个影了 我都懒得跟你说话 真的 你说你买辆50万的车 有什么意义 装吗 现在男人不都装吗 嗯 越装 身边才有女人围着 不都这样吗 哈哈哈 别人是别人 你是你 你少给我有这样的想法 我不想给你贝贝的啥 我也不需要听你的 切是我自己的 是不是 感情吃你的主事吧 那你随意吧 拜拜 哈哈哈